家里必备的21道经典美食 最后一道好吃的剁脚 第一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糖醋排骨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不需要有什么厨艺 就能做得非常好吃 还没上桌就被抢光了 新鲜的排骨是不需要焯水 只需要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 这样既能去腥 营养还不容易流失 油热倒入排骨 开小火慢慢地煸炒 把它炒至两面金黄 这样吃上去口感才不会油腻 然后加葱姜和八角调味 就很简单了 倒入这种调制好的糖醋汁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再倒入一碗长浆水 小火慢炖40分钟 开大火收浓汤汁 撒一点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 是不是非常简单 麻辣鲜香一口一个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第二道 夏天到了 家里有老公的 一定要叫他多做这个猪脚给你吃 反正我每个礼拜都要吃上两次 生了五个儿子了 到现在小脸还是百里透着红 剁好的猪脚冷水下锅 加一勺料酒煮个五分钟 捞出清洗干净 锅中油热 下入鸡脚 开小火慢慢地炒 一定将它炒至两面金黄 这样吃起来才没有嚼气味 加入葱姜八角和干辣椒调味就简单了 这种调制好的红烧酱汁 倒一罐啤酒去 新增香软化肉质 适量的长江水没过排骨 有条件的放点泡好的黄豆 盖上盖 小火炖一个小时 大火收浓汤汁 撒一点青蒜苗 翻炒五六下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软烂入味 满满的胶原蛋白 快点去做起来吧 第三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这种鲁鱼买回来 不要老是红烧了 今天分享你们一个新的吃法 不用炒也不用煎 而且还非常的好吃下饭 首先清水里加葱姜 料酒一勺盐 搅拌均匀 放入切好的鱼块 浸泡个五分钟 这样能很好地去除鱼腥味 而且还能使肉质吃上去更加的滑嫩 然后加点蒜末 一包这个调制好的剁椒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盘子里垫上一层老婆爱吃的鸡腿菇 再把腌制好的鱼片摆在上面 蒸锅上汽 蒸个十分钟左右 撒上一点迷人的葱花 浇上热油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鲁鱼这样做鲜香滑嫩 特别的好吃 你也去做起来吧 第四道 很多人在家烧干锅啤酒鸭 都是直接下锅煮 那样做出来的鸭肉又阴又柴 今天把我做鸭四十年的经验 分享给你们 做法简单 非常的好吃 鸭脖子上面的皮 有这种小肉球 是不能吃的 一定要撕掉 新鲜的鸭子是不要焯水的 你只需要加入一勺面粉 给它抓拌两分钟 然后再用清水洗干净 这样既能去腥 营养还不容易流失 锅中油热 爆香姜片 下入鸭肉 开小火慢慢地炒 把里面的牛油炒出来 才是香而不柴的关键 然后放八角和干辣椒 好大一包 这种调制好的干锅香辣酱 其他油盐酱醋都不要放了 再来一瓶过年没喝完的啤酒 去腥增腥 适量的清水没过鸭肉 扣盖小火炖一个小时 大火收浓汤汁 撒一点青红椒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麻辣鲜香 软爛入味 越吃越想吃 第五道 这个下饭菜你一定要学会 不然我会伤心的 因为它实在是太下饭了 首先将蔬菜铺老板娘 送我的豆角切成丁 一定要切成像我这样的小丁丁 这样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的 然后倒入适量清水 加一勺盐 给它抓洗几下 这是为了消灭掉 可能存在的虫软和脏东西 等下炒出来也会更绿 再把猪肉铺老板娘 送我的瘦肉切成丁 加料酒 生抽 淀粉 抓拌均匀 再来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 下入肉丁 将它迅速滑散 炒至完全变色 加少许老抽和蚝油 将它炒熟炒香 然后盛出备用 另起锅 油热下葱蒜末小米辣 煸炒出香味 下入豆角 将豆角炒至断生 加盐鸡精 然后下入肉丁 最后给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肉末豆角 酱香浓郁 特别下饭 第六道 今天你要是把这个学会了 夏天没有好菜的时候 你可以做个榨菜炒肉丝 肉丝下锅滑炒至变色 加青红椒豆干 豆芽榨菜调味 加生抽蚝油 大火翻炒一分钟 就可以出锅 你也去试试吧 第七道 天气热 这个三四凉虾 你一定要安排上 酸爽过瘾 好吃又开胃 做法还特别简单 只要你认真看一遍 就能学会 首先火龙果切小块 放入凉杯中 倒入500毫升的清水 泡出颜色 再准备点黄瓜皮 放入破壁机里 加500毫升的清水 给它打碎成汁水 过滤掉残渣备用 再准备点胡萝卜皮 按相同手法打碎 然后过滤掉残渣 这时候再把火龙果水 过滤一下 就得到了三种颜色的汁水了 100毫升的凉杯 倒平平的一杯 锅中倒入100毫升的豌豆淀粉 500毫升的火龙果水 先搅拌均匀 再开大火煮 边煮边搅拌 注意不要火锅 一直煮到冒大炮了 再用中小火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一到两分钟 感觉越来越稀 就可以出锅了 全部倒进漏勺里面 下面放一盆清水 就能得到很多的小蝌蚪 按同样的比例和手法 就可以做出其他的颜色和味道 等到完全冷却 再捞出来 把水分立干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盐 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有条件的放点辣椒油和花椒油 这样口感更好 搅拌均匀 直接浇在凉虾上 撒上香菜和花生碎 给它搅拌均匀 夏天来上一碗 简直就是绝配 如果你也想吃 就赶紧去做起来吧 第八道 天气一热 就很多人喜欢去外面吃酸汤肉片 其实自己在家做一点也不难 买肉的时候 让老板切成厚厚的薄片 放盐胡椒粉 料酒生抽 一个蛋清 少许生粉 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是肉质嫩滑的关键 油热放葱姜蒜 小米辣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调味 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9块93包 用一包就行了 煮开后 放入喜欢吃的蔬菜烫熟 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入肉片 轻轻滑动 煮上两三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是不是和烧开水一样简单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九道 天热吃饭没胃口 你可以做一道这样的凉拌土豆丝 酸辣过瘾 越吃越想吃 切土豆丝特别容易打滑 你可以像我这样 先在侧面切上一刀 这样你切它的时候 就不会打滑了 土豆丝你不用切得太细 粗细均匀就可以了 切好的土豆丝放入清水中 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水开放入土豆丝 加少许白醋 这样烫出来的土豆丝 口感更加的脆爽 烫个20秒捞出来 放入冷水中过凉 沥干水分 放入盆中 加蒜末干辣椒 用冰冷的热油激发香味 再加香菜 18粒花生米调味 只需要一小包这个 做凉拌菜专用的料汁 一袋子有四小包 一小包就可以做一份 其他的油盐酱醋 你都不需要放了 它还可以做很多种 家常类的小凉菜 给它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十道 跟我一样不能吃辣 但又馋麻辣香锅的姐妹 可以试试这道不辣香锅 大人小孩都爱吃 先把莲藕切成片 水开放一勺盐和食用油 这是青菜翠绿的关键 把喜欢的青菜下锅煮两分钟 捞出备用 再把各种丸子大虾煮熟捞出来 油热倒入葱姜蒜爆香 然后倒入一袋酱香味的香锅料 炒出酱香味 炒香后倒入煮熟的丸子和青菜 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青菜 洋葱即可出锅 酱香浓郁 太解馋了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很多人喜欢吃口水鸡 但就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其实做法一点也不难的 两个鸡的左腿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去腥增腥 加几颗黄枝子 煮出来颜色会更好看 小火焖煮15分钟 捞出过一片冰水 口感更加劲道 碗中放蒜末葱花 小米辣花生碎调味 只需要这个大厨 调制好的口水鸡调料 可以用来做各种凉拌菜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搅匀淋在切好的鸡肉上 就可以开吃了 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很多朋友吃火龙果把 把皮都扔掉了 那样太浪费了 今天就教你们 用火龙果皮 就能做出小朋友喜欢吃的果冻 首先锅中加入500克的清水 倒入果皮 煮出颜色 到处不要丢 加入几粒冰糖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50克白凉粉 煮开倒入果肉搅拌均匀 倒入容器中 自然放凉就凝固了 是不是很简单 QQ淡淡学会 再也不用去买超长保质期的果冻吃了 第十三道 很多人天气一热没胃口 就喜欢到外面吃酸汤鱼 其实自己在家做没有那么难的 而且干净又卫生 切鱼片是个技术活 怕麻烦的买鱼的时候 让老板切成鱼片 加点葱姜水 盐胡椒粉 半个鸡蛋清 适量的生粉 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是鱼片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葱姜蒜和小米辣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调味 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 放一包就可以了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 放入你喜欢吃的蔬菜烫熟 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再将鱼片均匀地放下去 轻轻滑动 小火煮上三十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如果孩子不爱吃你做的菜 这个卤肉饭你一定要学会 做法简单 就算你从来没下过厨 也能轻轻松松地学会 切好的五花肉 先用淡盐水浸泡十分钟 这样既能去腥 营养还不容易流失 锅不放油 直接下五花肉煸炒 煸出里面的油汁 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腻 然后放葱姜 泡好的干香菇洋葱丁四个 我下的蛋调味 只需要一包这个卤肉汁 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加入适量的清水 没过肉 盖上盖 小火煮半个小时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卤肉饭 满屋子都是香的 软烂又入味 把它拌在米饭上 一口下去 好吃又不油腻 第十五道 家里有老婆的 一定要学会这个乌鸡汤 每一个月的那几天 都可以给它炖 小脸红扑扑不说 就连面膜都不需要了 炖乌鸡汤千万不要焯水 不然营养会流失 你只需要加一勺面粉 给它抓拌两分钟 然后再用清水洗干净 想要汤更好喝 准备一包松松菌汤包 用温水浸泡二十分钟 清洗干净 一起放入砂锅 加入葱姜一 勺料酒去腥 八二年的长姜水 一次性加满 煮开后 一定要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用小火炖出来的汤 才非常的清澈好喝 调味只需要放一勺盐 撒上葱花枸杞即可 这样炖的乌鸡汤 汤鲜味浓 做法简单 学会了必定让它暖心又暖胃 第十六道 皮蛋豆腐 是很多人都爱吃的一道凉菜 尤其是炎热的夏天 吃上一口特别的清凉爽口 就这么看似简单的一道凉菜 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 首先把皮蛋上锅蒸八分钟 蒸过的皮蛋不仅容易包壳 糖心会凝固 切的时候也不容易散 再准备一块比我还嫩的那只豆腐 切成小块倒在皮蛋中间 空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葱花盐盒 鸡精两勺生抽 半勺米醋 有条件的再放点油泼辣子 搅拌均匀 淋在豆腐上 撒上香菜即可 这样做的皮蛋豆腐嫩滑爽口 非常的好吃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 第十七道 告诉你啊 猪脚买回来 别老是红烧或是清炖了 这么热的天 是不是都吃腻了 以后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而且非常的好吃 首先猪脚要选择这种前脚 因为前脚肉多骨头小 千万别选择后脚 因为后脚骨头非常的大 而且肉也是特别的少 切记猪脚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葱姜一勺料酒去腥 上面的浮沫非常的脏 一定要打干净 盖上盖子炖一个小时 捞出来一定要用冰水过凉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加的劲道 然后放酸末 小米辣香菜段 柠檬一定要把子抠掉 不然会发苦 倒入一包调制好的太式风味汁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抓拌均匀浸泡半小时 即可开吃 放冰箱冷藏一小时 口感更佳 是不是很简 但你也去做起来吧 第十八道 现在正是吃萝卜的季节 今天 邀大家做个简单又好吃的泡萝卜条 酸脆又爽口 首先将萝卜切成一厘米宽的长条 加一勺盐抓匀 腌制三十分钟 杀出水分 锅中加白醋两百克 清水三百克 白糖三十克 大火煮开 倒入碗中自然晾凉 控出腌萝卜杀出的水分 加蒜片小米辣抓拌均匀 然后给它装进玻璃罐中 倒入放凉的醋水 盖上盖子密封一天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泡萝卜条 酸辣脆爽 一吃就停不下来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十九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金酱肉丝 千万别再出去买了 只需要两步 在家也可以轻松搞定 买回来的里吉肉 先将它切成丝 然后再切成片 加入一勺盐 料酒快速地将它抓拌这种粘稠状了 再加入半个鸡蛋清 少许的干淀粉 再次抓拌均匀 这样腌制的肉丝 才鲜嫩不柴 再加点食用油 锁住肉丝的水分 锅中油热 下入肉丝 用筷子快速地滑熟滑 散 然后加入一包 这种调制好的金酱肉丝 调味酱 其他任何调料 都不需要放了 出锅前撒入一把 白白的黑芝麻即可 这样做的金酱肉丝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居然吃出了烤鸭的味道 赶紧动手去做起来吧 第二十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香蕉买回家 不要直接就吃了 像我这样做成香蕉派 全家都抢着吃 先把香蕉去皮 碗中打入三个母鸡蛋 搅拌均匀 淋在切好的香蕉上 准备一包黄色的面包糠 把香蕉捞出来 均匀地裹上一层面包糠 油温六成热 一个一个地下锅炸 炸个一分钟左右 金黄酥脆就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香蕉派外酥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快点去做起来吧 第二十一道 很多人把牛肉买回来 直接下锅就炖 那就是大错 今天分享你们一个小窍门 炖出来的牛肉跟豆腐一样嫩 牛肉均匀地切成小块 想要牛肉不行更容易熟 你只需要跟我这样 用淡盐水给它浸泡十分钟 这时候我们可以张大嘴巴看一下 是不是泡出来了很多脏东西 切记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上姜葱料酒 小火慢慢煮五分钟 水温慢慢地受热均匀 牛肉内部的杂质就会释放出来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删 捞出来一定要用热水 把牛肉清洗干净 然后再放入锅中煸炒一下 煸炒过的牛肉吃起来会更香 再放入葱姜干辣椒 两个大回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黄焖酱汁 只需要加一小包酱 炒出酱料的香味 加一罐啤酒增心去香 然后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样才能锁住牛肉的营养 扣盖小火炖五十分钟 放一点空心白萝卜 继续炖十分钟 出锅前撒一点青蒜苗 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萝卜炖牛肉软烂入味 特别的好吃 告诉我你学会了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